翁兹曼撞阿雅舊山很榮幸 26歲生日盼開桃花 昨天是翁兹曼26歲生日 他在親身趴上大跳熱舞 但專輯都發快一年了 怎麼跳來跳去還是同一套舞步 沒什麼新意 啊 不如幫他換首歌好了 嘿嘿 開一個玩笑 慢慢別生氣喔 真正該記的是這一件事 哎唷 好痠喔 上週六大首度主持金鐘獎 星光大道卻被網友批 這是廣播蓋台咩 沒實力就好好當花皮好嗎 謝謝大家的 任何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品 我都虛心接受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主持金鐘獎 更慘的是 他走星光穿的鏤空婚紗 人家阿雅三年前就穿過啦 難過是不會耶 因為其實我看到的時候就想說 當然可能在品牌造型師那邊 他們可能疏忽到了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阿雅是一個非常棒的主持人 然後剛剛穿到同一件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榮幸 而且我覺得那一件 真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再穿一次 我覺得我也無妨 好吧 還是許個生日 願望看明年會不會更好 希望我的感情就是可以 有一個不錯的 怎麼說對象 對啊 現在當然是有啦 對 這一個 比較多是圈外人啦 圈外人 對 就是朋友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都在朋友的階段 然後還沒有一個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還是 以工作為主 尤其到年底就非常多工作 然後一直工作 我就會忘記感情這件事 但是一到節日 我又會想起來 就是聖誕節 嗯 然後情人節哈 蘋果的新聞 哈什麼 我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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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